当地时间12日凌晨3点31分,帕克太阳探测器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空。 去外媒报道,帕克太阳探测器价值15亿美元,这将是人造航天气首次抵达恒星大气层,触摸太阳,为揭裁太阳的神秘面纱。 设计者在探测器上,设置了四个仪器套件,包括研究太阳磁场、等粒磁体、高能粒子,以及对太阳风进行成像的设备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这是首个已建在的人物,明明的太空任务。 现代太阳风和磁虫连理论的奠基人,美国科学学院士尤金·帕克于1958年首次预测太阳风的存在。 此次M5将重视帕克的预言,帕克太阳探测器将是人类首次抵达恒星大气层,也是目前人类唯一可以接近的恒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